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再看一下第三单元的部分 原则上我们有四个单元要跟同学们做说明 那我们先挑第一个是云端运算 因为这个区块还蛮重要的 然后呢我们再挑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区块链的部分 区块链的部分 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同学们说明的 来 我们还有一个叫做AI 人工智慧 好 AI人工智慧的部分 来 我们先带同学们来看一下 AI人工智慧 来请 我们针对现今时下最流行的AI人工智慧 台湾的目前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现况 不论是在行销学上的应用 还是金融上的应用 还是其他领域的实物上的应用 我们只能概括性的帮同学们去做分析 毕竟这一门科技 这一门技术 这一门学问也是未来可能也都会成为一个系 如果在大学有针对这个部分成为一个系的话 那这个一定会是未来必然的趋势 但毕竟我们只是为了面对一个邮局的一个考试 所以老师只能帮在有限的考题里面 帮同学们做一个汇总整理跟说明 来请看这里 来 我们讲一下主题是人工智慧 什么是人工智慧 就是所谓机器机械的智慧 由人制造的机器所表现出来的智慧 第一个解释 人工智慧就是透过电脑程式来呈现人类智慧的一个技术 通过像医学上神经科学机器人甚至统计类的应用 它可以由这个人工智慧取代人类 比如说医学上 我们知道你今天要去做手术 开这个刀 人啊一定有精神状况的OK与否 也许我昨天没有睡好 也许我这几天心情低落 那你在画下这一刀的时候 哇那这个病人就 就怎么样 他就是属于比较不幸运的那一次 所以有一种 我们在讲 Cancer肿瘤它叫做光指刀 直指刀 这种刀不是由人来操刀 它是电脑 你先躺着 帮你这个模具先做好 对不对 然后用电脑的方式去了解你的肿瘤在大脑中的什么区块 然后他都先设定好 对不对 然后请你躺好 重新再躺好一次 然后把你固定setting到原状态 对不对 电脑直接帮你操作 对不对 电脑没有情绪的问题 电脑没有心情的问题 所以这种 这种电脑的这种光指刀直指刀的方式 哇这个一刀可能就要六十万 一刀可能就要六十万 所以呢 这个也是一种人工智慧的什么应用 在医疗上 神经科学上 甚至我们在讲 制造过程中啊 组装过程中啊 慢慢都已经被人工智慧所取代了 这是第一个部分 OK 我们来看它的第六题跟第十三题 来 第六 人工智慧的交易 采取类似的演算法 加大市场波动 将会产生什么效应 羊群效应 牛群效应 狼群效应 鱼群效应 很简单 这就是一种羊群效应 好 为什么讲羊群效应啊 我想这个 这个这个想法观念 你看 牛群跟羊群 谁很敏感 但很容易受到惊吓 那就是羊群嘛 对不对 那并没有所谓的狼群效应啦 所以第六题 这个题目要小心 好 因为一般考人工智慧 这个题目是一个可以考的题目 它就是一个羊群效应 好 热潮 让机器设备 好 这个所谓的类似的演算法 加大市场的波动 关键就是加大市场 就是有羊群效应 来第六题是这样 第十三题 将伪造资料 好 引入人类模型中 以扭曲AI的演算法 那是一种什么攻击 来注意 这两题是老师特别抓出来的 那就是一种洪水式的攻击啊 AI人工智慧 它必须要去做演算 它必须要去做计算 每一个状态 每一个知识 它都是一个指令 但是如果今天我 给予一种虚构的指令 进去 然后让它去跑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样的一个演算方式呢 一般都称它叫做 洪水冲击 洪水攻击 所以这两个题目 这个羊群效应当然是 很贴切 可是你没有办法去 选什么叫三红攻击啦 或者是飓风攻击 对抗攻击 因为这个在原教科书里面 它就把它定义为 它就是一种洪水攻击 好 所以这个如果在考一些 基本观念 这两个题有机会被 抄写到 好 模拟到 这个部分要特别注意 好 那 第二个 人工智慧跟一般的 智慧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会有一个叫做 边做边学习 这个叫做深度学习 也就是说 它会有一个自我学习的能力 就像我们最早了解到的人工智慧 就是电脑下围棋 电脑下围棋 也就是说你在下一步的时候 第二步第三步的时候 电脑的等待时间 它都是去计算你 未来可能进行的方向 一个合理的起手 那它就针对你 未来可能进行的方向 在干嘛 在计算 它要怎么去面对 它可以提高它赢的几率 这就是一种深度的什么 学习 这是我们能脑 比较没有办法去touch到的 我们只能说 我们藉由经验去累积 但这种深度学习 好 这种深度学习 必须是时间的积累下所产生的 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的深度学习都不一样 对不对 你会打篮球 跟打十年篮球的人 他的深度学习 就是不一样 你会拍照 跟一个拍照五年跟十年的人 他的深度学习 他就是不一样 好 可是这个人工智慧 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积累的过程 来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立体五立体九跟立体十 来 看这个之前呢 我们先来把主题四的括号二 括号三 括号四 带同学们来看一下 人工智慧 它的智慧主体 这个智慧主体 可以观察周遭环境 并做出行动 以达成目标 这也是一种深度学习 好 来 第二个 系统能够正确解释外部资料 并从这些资料中去学习 利用这些知识 透过灵活的应用 来达成目标 这也是人工智慧 简单讲就是 人工智慧它具备学习能力 还有 判断外在环境 判断外在环境 提出因应指导 达成目标 好 它 这个深度学习 当然 第一个就是 它本身有学习能力 那这个学习如果更进阶呢 它可以去 解读外在环境 然后呢 再提出因应之道 因应的方法 OK 这就是人工智慧的深度学习 好 好 那目前我们的人工智慧来特别注意一下 括号式的部分 还是属于弱 人工智慧的阶段 也就是它只是在做影像辨识 语言分析啊 像其的 围棋的游戏啦 等等 这样的一个水平 比如说 我们今天去停车场 开车 以前可能都要有人 好 发个号码牌给你 好 现在不用 它前面会有一个影像系统 它会去掃你的车牌号码 然后就把它登录 开始计时 然后等到你要缴费的时候 你要输入车牌号码 它可能还会告诉你的车厅在哪一层 或者就帮你直接计算费用多少 这些都是所谓的 人工智慧的一个概念 好 来 这个是 整个主题是人工智慧 括号1234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带同学们来看 例题五 来 人工智慧发展 第一次乐陶 主要环绕在机器设备具备 推论探索 使用的工具是以什么来做区分 来 第二个 树状结构 树状 这个是最传统的一个大脑思路 好 比如说 我的原点在这里 那 对方会往左 还是往右 对不对 或者待在原地 这就是一个三条路 然后往左之后呢 它下一步会做什么 然后往中间之后 它下一步会做什么 往右边之后 下一步又会做什么 这就是有树状结构 比如说你在玩围棋游戏 你在第一步里面 你可能会选择上 中 下 当你选择下 当你选择上的时候 接下来你也可以再去选择上 中 下 一样 你选择中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选择上 中 下 你选择下 你选择下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延伸出上 中跟什么 下 然后呢 每一个上中下 就可以无限的扩充 这个概念叫做树状结构 也就是说 我在整个人工智慧的推论跟探索过程中 使用的主要工具是以核准结构 来搜寻它的演算法 它的演算模式就是一种树状结构 这是它的演算模式 这是它的演算模式 好 第九题 第九题 有关深度学习何者错误 利用多层神经网络来分析 可不可以 可以也是一种数据结构 优点可以忍受有杂讯的数据 对 这是正确的 可分析影像影片等多维数的复杂数据 这里也可以 比如说人脸辨识 对不对 这个也是可以的 重点是事先给定特征值 来 这个不需要事先给定特征值 好 这个不需要事先给定 他讲的事先给定 这个事先要画XX 今天我在扫描 这个车牌号码 我不用事先给定特征值 而是看到这个号码 特征值之后 我就可以去认定解读 这是什么的号码 所以不用事先给定特征值 第四个选项画XX 好 这个地方可能 第五题这种树状的结构 是属于比较深层的考法 可能还有机会啦 好第十题 下列何种学习是用来分析复杂多维度的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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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答案就是深度学习 来这个题目有机会在考 AI人工智慧 就是采取深度学习 第十题的部分 好 我们继续衍生下去哦 来来看一下说 现今台湾的这个这个人工智慧 在金融运用上有哪些呢 我们来看第一题的部分 金融机构在运用人工智慧技术 需注意哪些原则 何者是错误的 避免过度期望人工智慧 对 研究预题需要足够的数量资料 这个也是对 因为毕竟开始运作的时候 你一定要乱过很多的资料 来确定这个模式的稳定性 第三 合理的期望值 这个也是OK的 第四 要从大规模的应用开始 不对 金融机构迁义法而动全身 关系到私人的财富 等等 所有权 所以他不以一开始就大规模的运作 就像现在我们的人工智慧 还是能够衍生出去很实用成熟版的 大概就地下停车场 对不对 这个进出系统 对不对 所以他不适合大规模 来 第四个选项画叉叉 不适合大规模 来 第一题 第二题 下列何者非用于金融服务的主要人工智慧技术 来自然语言 你看我们现在电话语音跟金融机构沟通 可不可以用语言上 你要讲国语 你要讲台语 你要讲一二三 他都可以听得懂 二是对 认知计算对 深度学习四 专家流程设计 来 这个话叉叉 第二题 我们给一话叉叉 目前并非属于专家流程设计部分 OK 来 第七题 甲乙丙丁四位专家在一场论坛中各自分享人工智慧对金融业重要性的看法 请问下列叙述何者错误呢 来 第一个 人工智慧可提升反起前的增防品质 这个是对的 假是对的 以流程自动化主要简化重复工作与资源的浪费 好 流程自动化 对 你看嘛 我们现在停车系统是不是流程自动化 可以简化重复工作资源方式 假跟乙都是对的哦 我们看丁 人工智慧有力将强化对客户的了解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对客户做区分 客户去做研究 客户去做了解 可以 比如说你现在 每次刷卡的信用卡 银行都帮你在统计 你是在旅游支出多 还是食品支出多 还是交通支出多 还是3C产品支出多 他都会帮你累积一年来 然后直接做报表给你 这个不需要人工 好 这个都是很简单的一种统计方式 所以甲乙丁 都是正确的 那我们看丁 若人工智慧与人类的互补关系 目前不存在 存在 我们现在人工智慧 是属于若人工智慧 来 这个地方帮你们补出一下 这个要小心 目前还是属于若人工智慧 存不存在 存在 这个我们人工智慧这个地方 金融应用 好了 我们还是属于若人工智慧 不要 更精准的点出它是第几题 不是更好吗 来 我们这个地方 是第七 第八 第七题 有关人工智慧 在银行的应用 结构化的数据 是要靠大数据 那大数据是非结构化的数据 这边我付 既然这个观念 我们就这边 把它付注一下好了 我们的精准行销 以靠的是 大数据 大数据 结构化资料 这个 同学们写一下 它不是结构化 它是非结构化 来 第二个 客户的画像 就是精准辨识 客户 与本人的相符性 第三 机器理财 主要应用 高资产端的客户 好 第四 人工智慧 可以评分应用在 无联真贷 或少于 少于银行往来 客户来做评分 这个题目我们答案给 是 目前人工智慧 在金融的应用 或者在银行的应用 来 第八题我们答案给 是 那我跟同学们 其他错在哪里 人工智慧跟银行的应用是 人工智慧评分 可以应用在 无联真资料 或者少于银行往来 客户评分 这个地方可以 好 第三 机器人理财 主要运用在 高资短 高资产顶端 事实上 以我们现在 是属于 弱人工智慧 刚刚老师有讲过 弱人工智慧 没有办法去做 更细目的分析 它只能用一些 比较 通 通用的 比较大的区块 去做划分 这是弱人工智慧 那高资产端 它要进行的资产配置 会比一般人更细致 所以高资产端目前看来 比较不适合用这个弱人工智慧 第二个 客户的画像 把画像撇掉 不是用客户的画像 是客户他本身 这个照片的 这个这个这个照相 他是不是用画像 是精准辨识客户照片 与本人的相符性 不可能用画像 画像部分撇掉 画像跟照片一定有很大的落差 目前还弱人工智慧 没有办法借画像 一个人的画像 因为画像跟画师本身的功夫 也有差异 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区分 所以第二个选项 画叉叉 来 我们来看第十二题 有关人工智慧 在保险业方面的可能运用 下列叙述 何者错误 来 这个还是属于金融业 来 下列叙述 何者错误 来 利用机器学习 增加交叉销售 跟最佳销售成功率 这个可以 第三个 利用扫描与文档的分析 加速合保跟理赔流程 这个也可以 第四 自然语言技术 可减少保险客户中的人力负荷 这个也可以 来 哪一个不可以呢 利用图像资料 来帮助投资行保客户 做差别定价 图像资料 那你是说 住台北的人 可以卖比较贵 然后住中部 南部的人 东部的就可以卖比较便宜 不至于如此 这边我们现在 若能工智慧 还没有办法做到 来 第十二题 这个是在保险的应用 这个有机会再考出来 所以利用图像资料 并没有这样的技术 没有所谓的图像资料 因为这个图像资料 更细致的讲 就会跟一个人的地址有关 那一个人跟地址有关之后呢 他就会有各自的问题 好不好 这个就会有各自的问题 好 以上就是我们A3 目前人工智慧 在金融领域运用的部分 来 我们看到A4 A4的部分 就是在行销的应用 我们来看第四题 应用人工智慧 结合外部资讯 可进行网路声量解析 客户行为趋势预测 同时可以进行精准行销 所谓金融机构 利用人工智慧 在何方面的运用呢 它就是一种 精准行销 就是数据分析 来 把这句话写起来 精准行销 就是用大数据资料 它是一种非结构化资料 它就是一种 数据分析 来 所以我们答案选 选 第三个选项 数据分析 整个Big Data大数据 它就是一个数据分析 好 我想 每一个技术 都会有金融应用 或是其他领域的应用 这个部分也是一个考点 但是本身人工智慧的 它属于弱人工智慧 这个弱人工智慧 目前 现状是这样的概念 这个部分 同学们也可以特别注意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另外一个重点考题 就是所谓的 监理科技 好不好 来 我们30秒先给同学们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 请 感谢观看 好 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监理科技 我们要理解监理科技 先必须来认知 这第一个名词解释 这一个叫做Fintech 这个Fintech 一般我们把它翻译成 金融科技 Fintech 我们把它翻译成金融科技 那这个Fintech就是说 一群 就是一些企业 它用科技的手段 让金融业服务的更有效率 简单讲就这样 有一些公司 有些企业 它用科技 让金融业变得更有效率 这个就是这个解释 这个解释中不重要 重要啊 金融科技就是 用新科技 让金融业变得更有效率 这个叫做金融科技 好 这叫Fintech 这是个 这个是一个名称啊 好 那 这些金融公司啊 好 变成是 他们这些金融公司的存在 运用的新科技 让金融业变得更有效率 那如果 它就会影响到 不够科技的金融体系 不够科技的金融体系 好 那 所以慢慢的会让很多的 传统的金融业者 去接受新的金融科技 来让他们有一些体质上 根本的改变 好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这个RECTech 叫做监理科技 哦 所以有了Fintech 才会产生 RECTech 这个名字也很重要 我们也写一下 他的中文